好那現在藍白破局呢 對很多國民黨的小雞 舞舞波來講呢 是不是有點壓力呢 我們請教逸川哥 因為現在朱立倫不是下令說 不准柯文哲來幫藍營小雞站臺嗎 連巧遇都不行喔 柯文哲現在說 如果你不找的話 至少實習選不上啦 這感覺起來很威脅性十足耶 真的嗎 這個跟國民黨 接下來整體的戰略有關 因為趙紹康準備棄保打到底了 所以他每一場都在說 民眾黨不好 柯文哲不住 好 柯文哲走不出去 我們不要搞柯文哲啊 支持柯文哲趕快回到這個大家庭 誰跟你大家庭啊 民眾黨誰要跟你大家庭 所以趙紹康一直罵一直罵 只會讓民眾黨的支持者 越離越遠 可是他不罵 柯文哲的民調就沒辦法往下掉 他就一直罵柯文哲 柯文哲才有機會讓降到20 18 19 17 16 15 一直下去 可是如果他不罵 對這個國民黨的立委參選人比較好 因為他一邊罵柯文哲 然後又罵民眾黨 那請問那些民眾黨支持者會不會去投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 他可能立委乾脆就不投啊 立委就不投啊 因為趙紹康一定罵啊 妹妹看我們沒有啊 看我們民眾也沒有啊 講我們阿伯怎樣啊 那我為什麼要投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 所以趙紹康現在整個戰略上一方面他想要把柯文哲打掉 可是趙紹康要記得趙紹康並沒有要把主力放在立委上山 國民黨立委的選舉跟趙紹康沒有關係 國民黨立委選舉只跟朱立倫有關 所以趙紹康的戰略很清楚 把柯文哲打到一個沒有用的候選人 一個選不上的這個總統候選人 然後民眾黨都不要支持他 可是對朱立倫來說是反過來的 那這兩個戰略現在彼此是互相衝突的 侯友宜 侯友宜就回到那個好好做事 回到那個什麼都不講你看昨天一講就出包什麼開放大量的中生來臺就業 大量喔 嗯 很多喔 中國學生要來臺灣就業 這是侯友宜自己講 有人逼他講嗎 沒有 這個大型 大型你知道嗎 我就溫柴的 我要說就說了 所以現在國民黨整個戰略 對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來說 每個人都很緊張 好那你說現在這個國民黨不讓柯文哲來 站臺對不對 那民眾黨你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侯友宜不可以來幫我們站臺啊 柯文哲你實在是軟的 你要說這個誰 蔡秉庫 盧雄不准來 侯友宜不准來 蔡秉庫不准來 可是蔡秉庫就自己跑去國民黨中央開啟 開除黨籍啊 真笑的喔 開除黨籍 不然你看台北市 你如果那個徐曉鑲請柯文哲來 徐曉鑲你給我買 那為什麼民眾黨不敢搶什麼 你不敢搶 你就會讓你自己民眾黨的小雞 在地方選的時候 搞不清楚他到底要跟誰啊 趙少康來的時候賴湘嶺要不要跟 侯友宜來的時候賴湘嶺要不要跟啊 蔡秉庫要不要跟啊 這一些選區還有一個什麼 在在那個盧州跟林淑芬選那個 友宜友宜友宜那一個 李友宜 李友宜對 然後還有一個跟那個邱毅營選的 那要不要跟 黨中央要明確啊 民眾黨現在可以讓民眾黨的十一個立委候選人 可以讓侯友宜來站台 可以讓趙少康來站台 你是在政策的喔 柯文哲 你是很清楚 你的立委候選人在到國民黨來騎台 你不准騎國民黨的台 所以我現在舉大家的好朋友葉元支 葉元支這個康棒 終於答案揭曉 這一個副總統長這樣 這個人是康宏 康宏 健康的康 宏是一個公思宏 公思宏 大家路口一下 感覺起來都很年紀 你知道嗎 當年台師很有名的演員 跟黃溪田 然後有人說黃溪田 你們又沒聽過了 不要一直笑 他有人說長得像謝龍介 有人說不像趙少康 有人說像柯美 有人說像馬西平 然後自己去按看像誰 葉元支你在惡搞嗎 你不會直接貼一張趙少康的照片上去嗎 你可以把這整片貼上去 這帆布輸出不過來 你就貼這個角落輸出一塊帆布 帶下去就好了 不然你這整塊沒多少錢 整片他是租金比較貴 這一整片幾萬塊而已 這樣就有流量 打好幾天廣告 不是你有流量 你也不要放康宏 你這樣搞 然後國民黨的支持者會開心嗎 葉元支 你這樣搞 國民黨會開心嗎 趙少康的支持者會開心嗎 這樣子 其實這個是對 比如說像國民黨的立委 或選人像葉元支 他現在也起義無難下 他也沒辦法去罵柯文哲 也不敢罵民眾黨 可是可能葉元支的場子 趙少康上去 會罵柯文哲 會罵民眾黨 那就會像 讓葉元支 這一種 我們的好朋友 他就會覺得左右為難 也不知道要不要 要不要跟著一起罵民眾黨 好 但要請教正浩 因為柯文哲現在嗆聲說 如果不找的話 藍營小雞至少實習選不上 可是對藍營小雞來講 如果我真的找你的話 真的可以找的話 那會不會我白的也跑掉 我藍的也跑掉了呢 現在仇恨值那麼高 那民進黨過半了 沒錯吧 這種事 就是一定要有個人上嘛 對 國民黨十個沒上 他就變民進黨多實習是不是 那就過半了 還有 柯文哲要加入我們的聯盟 是不是 對不對 如果在講什麼嘛 少吹牛嘛 對不對 我講句難聽點 當然藍營的小雞 希望你柯文哲站台 可是 在這個情況之下 黨中央已經兼閉親眼 所以藍營小雞會做什麼事 不惹怒你柯文哲就好嘛 就是說他對柯粉來說 就是說我不要主動去攻擊阿伯 對 比如像葉原子的看板 我就建議他 我送鐵二絲畫插就好 畫插新聞不是更大 對不對 國民黨支持者是不是更嗨 對 因為開戰了嘛 對 可是葉原子不敢嘛 因為這樣會惹怒阿伯 對不對 那塗掉之後呢 又擔心 把這個趙少康的照片 弄上去後 弄得太帥 柯粉會不爽 所以特別找了一個 國寶級的畫家 畫康宏上去嘛 他就是不要去惹怒柯粉嘛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現在面臨到一個 很大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戰略跟戰術不同調 他的戰略就是趙少康講的 我要把柯文哲打到20%以下 對不對 我要把柯文哲打到20%以下 我才會贏啊 我才能棄保啊 問題是戰術沒辦法執行嘛 現在誰可以去當這個好啊 呂家凱嘛 江宜正嘛 等人嘛 可是問題是這些都是好人嘛 不是戰鬥咖嘛 徐曉星那種比較能當這個好啊 不是好啊嘛 對不對 呂家凱 文職彬彬 對不對 你怎麼跟戰略小姐姐吵架 對不對 這就是很大的問題 那國民黨的戰將是誰 就是戰鬥嵐嘛 徐曉星 王鴻威啊 這個還有誰還有誰 張斯康 劉元智也算啦 劉元智也算啦 劉元智算弱的 二軍 二軍 反正那些戰鬥嵐 你們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那戰鬥嵐跟不上嘛 游淑慧 為什麼跟不上 因為你們老大在打沙喀都 我只要把國民黨 老大只要把國民黨基本盤都贏 我就有機會贏啊 可是我小雞在打1對1耶 我有51%耶 我怎麼陪你送账 對不對 在這樣狀況之下 國民黨會發現戰略跟戰術不同步 可是在這樣狀況之下 我坦白講 柯文哲更可憐 柯文哲更可憐 為什麼 你可以發現整個藍白河 從頭到尾 柯文哲以為自己是諸葛亮 實際上是250嘛 藍白河的過程中 柯文哲一開始氣勢多旺啊 一下子嗆侯友宜 一下子嗆朱立倫 一下子叫你的小妹去打給金輔抽 一下子就去找郭台銘 玩劈腿的遊戲 柯文哲真的以為 藍白河的過程中 國民黨跟郭台銘 都被他玩弄在手掌心嘛 進馬半之前 柯文哲還在笑嘛 對不對 就出來發現 原來這是國民黨設了一個圈套耶 對不對 先由馬英九出來說 贊成柯文哲的全民調 接著侯友宜奧獨獨的走進去 接著一到進去後 大家把柯文哲壓著去牽制 之後國民黨做兩手準備 一手準備柯文哲當副手 國民黨跟民進黨會戰 另外一手準備 準備柯文哲翻臉 你仔細看 藍白河一破裂 最近出了多少民調 美麗島 中時ET 鏡周刊 以及今天最新的聯合民調 所有的民調無一例外 柯文哲變成柯老三 而國民黨無限接近賴清德 對不對 就不要說國民黨後招都給你 傳扁扁嘛 但我不是說這些民調是假民調 我的意思是以這個民調來說 有幾個很奇怪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哪有藍白分手 國民黨民調不減反真的 如果藍白分手的結論 是國民黨可以追到賴清德 甚至追贏賴清德 那五月就分手了嘛 就不用跟你擺盒了啊 對嘛 你們自己都知道 藍白只要分手 他們自己公開講啦 藍白分手就會輸啊 會讓讓清德躺著選啊 怎麼一分手民調就高 這不符合我對民調 第一個認知嘛 第二個認知是 過去我們看所有民調 有做撒卡都 有做是細卡都 只要是同一份民調 細卡都郭台銘大概都拿7到9% 差一點5%也有 到撒卡都之後 因為沒有郭台銘嘛 對不對 柯文哲民調會往上爬 因為郭粉跟柯粉會流通 怎麼有這種事 郭台銘退選之後 柯文哲民調一分不漲 從21到21 然後反而是蠔友宇 從20到29加9 哪有這種事 我們從來看那麼久 沒有看過柯粉的民調 流到蠔粉這邊 郭粉的民調流到蠔粉這邊 你叫郭台銘去排序他最討厭的人 第一次朱立元 第二就侯友宜了嘛 對不對 怎麼流得過去 第三件事情 大家看民調看很久 對不對 我才看十幾年算少的 有看過不表態率 只有10%出頭的嗎 對不對 31加29是60 所以你是說侯友宜 這個不可能 就要賴清德那麼多 60加21是89 這個不表態率是19% 算高囉 每一條電子報 那一條不表態率都12 13 不表態率有12 13的嗎 不表態率通常是三成到兩成 對不對 大概一對一會到三成 沙喀都是兩成 不表態率10%出頭很少啊 你怎麼做做到不表態率這麼低 那如果不表態率只有18出頭代表什麼 選舉結束了嘛 後面沒有板塊位移啦 大家心裡已經有所屬啦 對不對 所以這個民調 我不說假民調 可是我只能說 是國民黨準備好 在藍白一分手之後 徹底把柯文哲 out for date的民調嘛 對不對 那柯文哲手邊有沒有東西來護航 有 昨天游宜龍公布一個 一個禮拜前的民調 說柯文哲第一名 民眾黨支持度第一名 對 但是是一個禮拜前的民調 還可以這樣是不是 你沒有準備 就是說不然我拿一個禮拜前來擋一擋 可以這樣喔 那又乾脆拿兩個月以前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國民黨在玩這種宮廷政治 這種內鬥還是很擅長嘛 所以柯文哲現在確實被看破手腳